還有業者呢 是用合法掩護黑髮方式 先取得了合法緊急授權製造快篩劑 然後擅自在包裝裡頭 加入了像是採血針 訪單等等沒有核准的物品 以一盒150-600元的價格對外來販售 甚至還有網紅大力開箱推銷 檢調發動了四波搜索 插過將近3萬盒的非法快篩 啊 超痛 直接擠出來了 這樣應該夠了 他說要2滴 網紅拍影片 實際開箱 叫民眾如何使用居家指尖採血快篩 但採血檢測 需要專業的醫護人員來操作 居家採血根本還沒有開放 檢調發動搜索 檢調人員抱回異鄉鄉的 這些全都是非法快篩試劑 成品有29000多劑 半成品有109萬多劑 透過網路團購和一般通路 銷售流向更高達90多家 而且已經賣出超過23萬多劑 在包裝裡面 暫時加入採血針 訪單等衛星核准的內容物 使民眾不以為可以自行 試過之間採血在家裡面測試 然後加入經銷商 英美吸150元到600元 不等的價格對外銷售 一共兩家業者看準快篩試劑需求大增 不僅找來網紅合作宣傳 甚至還以合法掩護非法 先向食藥署申報 委託合法醫療器材廠生產試劑 但卻在鐵皮屋私設工廠 私下製造非法試劑 而目前檢調發動搜索 已經追回並查扣了7萬多劑的非法試劑 提醒民眾千萬不要購買來路不明的試劑 以免損害自身健康 街角網紅山 泰中報導